我每次用完都會嚇一跳 真的心想 我臉真的那麼骯髒嗎? 我每天都有洗臉的 是來自我靈魂深處的酵紋 大家好 我是Kately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皮膚護理程序 適逢春天的天氣非常潮濕 加上我們每天依然都要戴口罩 令皮膚出現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最近都非常苦惱要怎樣去解決一些痘痘或痘痘的問題 最近收到名色的邀請幫他們拍一條影片 我自己其實很多年前 在我中學的時期已經開始用這個名色的美顏水 當然除了美顏水之外 他們也有一系列的產品可以配搭去使用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介紹一下這些產品 第一個想跟大家介紹的產品就是這個 名色美顏藥用石棘 產品裡面除了有一塊的石棘之外 還會有洗臉網給你配搭使用 我通常晚上卸完妝之後 就會用這個藥用石棘去洗一次臉 這個石棘裡面有藥用級的BHA 可以軟化我們的角質 去幫助我們解決一些毛孔的問題 裡面也會有一個植物的保濕精華 用起來是非常清爽 不會說繃緊的 除了可以清洗面部之外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石棘來洗心口 以及背部一些容易生粒粒的地方 同時這個產品也是沒有著色 沒有礦物油和沒有添加劑的 大家都可以放心使用 我自己其實早晚都會使用這個藥用石棘來洗臉 我自己覺得用完真的非常清爽 而且不會說洗完非常乾 所以我自己都蠻喜歡用它 唯一一樣要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你家裡跟我一樣是比較潮濕的話 這個藥用石棘是要盡快使用的 要不然你存放在浴室的環境裡面 就很容易發霧 這一點提一提大家 我自己覺得這個藥用石棘 在我胸口和背部發揮了超級大的功用 我想說我胸口和背部真的是暗瘡的重災區 雖然大家看不到 但是我自己其實長期用下去 覺得我背部的粒粒是明顯地少了 現在自己摸在背部 你會感覺到是平滑的 沒有那些粒粒粒的感覺 那就是非常令人滿意的一個結果 用完這個明色美顏的潤石棘去洗臉之後 就會配搭這個明色的美顏水去使用 這個明色的美顏水真的挺壓力的 由我中學那時候已經有用了 我中學的時候就是爆粒粒爆的比較嚴重 因為青春期加上一些壓力 令到我當時的額頭真的不堪入目 除此之外也是因為我油性肌膚的關係 所以出油的問題也是非常之恐怖的 那我是要下午用一用面油 去印走多餘的油粉 才可以令我臉舒服一點 所以去到高中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用這支美顏水的 這個明色的美顏水裡面也會有一些藥用成分 包括可以幫我們軟化角質的水洋酸 以及針對暗瘡細菌的一些成分 除此之外 它也可以幫我們提高後續護膚品的吸收力 加強我們的護膚效果 那我以前中學的時候 就會每天用一次 那我現在就是因為出油量 沒有以前好像青春期的時候那麼多 那我就會每兩至三天才會用一次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每兩天用一次 是我接受到的頻率 那當然也是要視乎大家自己的皮膚狀況而定的 那這支東西呢 我先戴定了頭盔 它的味道是比較強烈一點的 所以大家如果對於氣味好注重的人 就可能未必適合你的 始終都是一些酸淚的產品 那對於皮膚也是有一點點刺激性的 所以如果你是容易問什麼人試的話 那你就要認真考慮一下 是不是適合你了 但是如果你是油性肌膚的話 都真的挺推介大家去試的 因為它真的可以幫你抹了很多老化的角質出來 你會看到我抹完之後 那塊棉花是黃色的 非常之客人的一個成果 我每次用它都會有一個幫皮膚帶素脆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都會繼續用它 那如果大家是油性肌膚的話 都真的好推薦大家 是定期幫你的皮膚做一個大素脆的 拖尼到最後一樣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這個明色的美顏美容液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的名字要這麼巧 但是我想說這支真是magic 想不到它這麼好用 我會說它的質地是比較像一些精華的 我自己會很喜歡用它來塗在一些有抖印的地方 是一個非常之水溶 和很快吸收到的一個質地 所以我自己覺得對於我們油皮來說 是完全沒有負擔的 它裡面就有四重的抗抖成分 包括有甘草酸 可以幫我們防止這個粉刺 和幫我們軟化角質 也有海藻精華 可以幫我們分解油脂 另外裡面也會有綠茶的精華 去幫助我們防止這個氧化 另外也有一個叫做龍膽草根精華 可以幫我們細胞活化和改善紅種 我真的用完很有感的 就是它那個燒紅的程度 我有時候就是有些粒粒塗了下去之後 它真的很快幫我的皮膚燒到紅 裡面有一個綠茶的成分 除了保濕之外 也可以幫我們做一個水油平衡的作用 所以塗下去之後 你也不會覺得皮膚好像抽乾了水分 完全不會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這個 真的是油肌必入手的一個item 好啦 那就分享完我最近在試用的名色產品系列 雖然說這次是一條廣告片 但是我自己私心真的很喜歡名色他們的這個系列 尤其是這一支 因為真的非常有中學的回憶感 那名色的產品 現在可以在莎莎和萬寧買到 那周不時都會做這個優惠 那大家就記得自己去價價 那最後呢 也會有一個giveaway跟大家一起做 那很感謝品牌的贊助 這次呢 就會有這些試用妝的名色美人用石鹼去送出 那名額就會有十個人 那每個人就可以拿到五顆的 那我就會分別在這個youtube和IG去做這個giveaway 那每邊就會有五個得獎者啦 那參加的方法呢 就可以留意一下現在螢光幕所使的方法啦 好啦 那今次的分享就來到這裡啦 那就是希望今次的分享幫到大家啦 如果喜歡這條片呢 記得給個like我啦 follow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到中國齊 去試一看 可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